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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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說上次這件衣服 因為泡菜織做成這樣 我洗了一次它還是有 想問有沒有人知道 怎樣可以做這些泡菜織 如果我有的話 可以在下面告訴我嗎 感謝 嚇死我 然後就有個溺青 這件衣服的夜景 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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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一個套裝的 裝肉的碟 其實它可以直接拿去爐裡烤 用這個 夾著 就可以拿去爐裡烤 因為我喜歡吃很多菜和意粉等等的東西 所以我首先是 另外煮一些意粉和菜 還有我做了飯 因為我其實是不夠飽 所以我會做了飯 飯已經煮好了 然後我準備牛油 這個是我上網看怎樣煎牛扒的時候學的 是要加牛油的會很好吃 重點就是 那個牛扒是要沾油的 那我現在首先會處理這個牛扒 這個份量 其實上一次我們吃到兩餐 如果兩個人也會吃到兩餐 因為它其實有四塊肉 但這次它應該只有三塊肉 所以我們兩個人只要一塊 然後只剩下一塊 自己明天就吃了 一共是15000瓣 它是已經seasoning了 我上網看這個韓國很出名 煮食的人 叫劈中文的教法就是 煎牛扒的時候 上面都要淋一層油 然後再放在一層油上面 才會 這樣 所以首先我要把牛扒 煎滿了油 然後我現在首先要煮這些菜 因為我比較喜歡吃軟的菜 所以我會先灑一灑它 然後我會用這個蒜蓉 去炒一炒香它們 煎一面三十秒 再反去煎另一面三十秒 重複大概五次 做五分鐘的 但是呢 上次我發現其實五分鐘是不夠的 因為我喜歡吃熟一點點 所以其實是 大概這種厚度的 應該要做七分鐘左右 還有要等到鍋子很燙 要等到鍋子很燙 要等到鍋子很燙 把鍋來 好了 然後我整天都要用來 然後呢 最重要的是 想說牛呢 之前有licore的教過分別 牛熟度的就是 這個可能是三成熟 這個就是一半熟 這個就是熟了 這個就是熟了 摸到這個很燙的質感 就是你感覺到你煮那個牛的時候 如果它很硬的 代表它已經熟了 但是如果它還會淋著 其實它中間還是乾的 我的白色情人節 就是有 Amber 真的 自己煮的一定會說好吃的 我覺得我上次煮的好吃的 早飯嗎 晚餐 晚餐 這個很好喝的 這樣子 這件衣服是我收屋的時候發現 我覺得很開心 它竟然會欣賞到我的 黑毯紙 然後我們會弄一個 就是我上次沒有弄到的 牛油果 牛奶 跟黑糖 然後他說原來台灣也有這種 台灣沒有加黑糖 台灣就叫酪梨牛奶 酪梨 還是只有我不知道 搞不好台灣也有 台灣也有 已經不算是一半的韓國人了 因為他住在韓國已經很久了 很小回台灣 我們現在要下去買牛奶 因為我們家沒有 GOGOGO 我第一次切的那一顆 沒有熟了 我第一次切的那顆 對啊 我一次去Jazz的時候看到就買了一顆 但是不能 不能 立刻吃 你們這顆一直都放在冰箱裡 熟了以後放在冰箱裡 我那時候用的時候想說 你怎麼說 牛油果原本能這麼硬 為什麼這麼難 可是我沒有力氣嗎 對啊 你把我的影片傳下來 哈哈哈哈 但是如果不夠甜的話可以加 你喝很甜嗎 我喝很甜 嗯 我覺得應該 有加一點 多加一點 他是不是要把它攪開啊 不然你下面喝都沒有味道 黑糖 因為本來韓國的牛油果 就沒有甜 沒有味道 喝得到嗎 嗯 有嗎 有黑糖的味道 好特別喔 我第一次喝有加黑糖 這個其實也可以直接加牛奶吧 對啊 欸 這是台灣101耶 欸 這是台灣的嗎 不知道 因為你怎麼知道是台灣101 因為台灣101 就長得真的 哈哈哈哈 可是這是什麼牌子 它沒有 它沒有中文 所以這個真的應該是 近幾年才流行的 嗯 東西吧 買回家 加牛奶 欸 它有小的嗎 沒有 只有這個 size 那還好 你在哪裡買的 我每次都想要喝 黑糖珍奶的時候 嗯 去咖啡廳買一杯的要 5500 就很貴 嗯 可是我自己想要黑糖的味道 可是如果 我有了這個 加牛奶 就可以了 這個才4500 而且就是做別的甜品 我其實還沒有想到啊 但是就是之前我弄pancake 我還買了一個 另外的maple syrup 也可以用這個欸 真的我在想 能不能用這個 我覺得可以 真的喔 乾杯我已經要喝完了 真的好喝欸 精靈的小店 開張地的客人就成功 這個是5500塊的 糯泥牛奶 真的 這個韓國好像 好像還沒有 而且這個好像比那種 外面賣的健康 因為它是水果 我可以開一家在地鐵站裡面 會有人 這一杯要賣多少 5500塊 就是你剛剛說的 我會買這麼大 5500差不多啦 但是糯泥 我是整個糯泥放在裡面 這麼貴的材料 一個糯泥要2000多韓幣 可是一個糯泥應該可以打兩杯吧 我們現在就兩杯了 可是這太小了 大概成本應該要3000元 所以我應該賣6000元 大家會買嗎 但是 糯泥是真的蠻貴的 但是這個還沒有 糯泥加黑糖還沒有 嗯 大家聽到了嗎 這是你們可以過來韓國開一個 糯泥牛奶的 要不我可以再研究沒有那麼醜的 加多一點牛奶 那可以賣便宜一點 那5500左右 也可以 我想要去杯 你可以啊 可以啊 好啦 那今天呢 我們的白色情人節的vlog就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Subscribe和Follow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我們在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讚 à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